今天呢我们在全战里面啊 列一个王者荣耀的关羽怎么样 首先呢我们给关羽啊 戴一体帽子好吧 众所周知啊 我这个关羽呢喜欢绿色的帽子 哎你们觉得这一体帽子怎么样 虽然说颜色是绿色的 但是呢看起来跟窝流一样 不行不行 你们觉得这个仙人长怎么样 看上去过于霸气了 我们还是低调一点啊比较好 我觉得这体帽子啊 看上去和王者荣耀里面的关羽啊 还挺像的啊 咱们呢只要给他换个颜色啊就可以了 换成关二爷啊最喜欢的绿色啊 哎这颜色就对了嘛 现在看上去舒服多了 这个关羽头上有一个配饰啊 我们有那个鸡脚啊 来代替一下 似乎有点大了 我们稍微调一下尺寸 调整完尺寸呢 我们再改变一下这个颜色啊 把它改成金黄色啊 接下来呢就是关二爷啊 最引以为傲的胡须了啊 我觉得这个胡须啊就非常的不错啊 引引于悦啊 有一种仓老的感觉啊 男人就是越老越有味道啊 再找一件和图片中差不多的衣服啊 一定要把这衣服啊改成绿色啊 才有那个味道啊 现在呢还是冬天啊 我们给关二爷加一个卫衣啊 保暖一下好吧 关二爷的右手呢 看上去有点像是秦宁臂的感觉啊 我感觉加个这个东西啊比较像啊 然后呢把这个颜色啊调成金黄色啊 这样呢才有铠甲的感觉啊 我们在里面再加一点绿色啊 这样跟衣服啊比较呼应啊 王者荣耀里面的关羽啊 还有两个尖角 我们也来给他加上啊 然后呢颜色也换成金黄色啊 而且我发现这个尖角 左右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咱们也来给他调一下啊 现在看上去呢就和王者荣耀的差不多了啊 接下来呢穿上裙子啊 然后呢这个裙子的颜色啊也是调成绿色啊 这上衣呢和裙子之间有点不搭 我们来再给他加个腰带啊 现在人体看上去啊就舒服多了啊 我们这个关二爷里面啊穿一条内裤啊 要把这个冬天啊容易漏风 这个内裤的颜色也要调一下 要不然整体风格不搭啊 最后呢我们给关二爷啊穿上一双靴子 也是金黄色的啊 现在呢我们整体的着装就已经结束了啊 基本上可以说是抓住了金髓啊 再把关二爷的青龙音乐都给他装备上 我们来和王者荣耀当中的关羽啊 做下对比啊 哇塞还真的是一模一样啊 对呢随便加了几个技能啊 后期呢我们尽量做到和王者荣耀的技能啊 比较像 最下来呢我们把关二爷的马也调一下啊 第一呢这是赤兔马马啊 我们也给他加点技能啊 我这边呢加了一个彩套 还有一个牛头通风 还有一个鹿吼啊 马的面具呢还有马啊 我们都把它换成金黄色啊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效果啊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我只能说是复制粘贴啊 这个马啊看上去还挺拽的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关二爷的战斗力啊 到底怎么样好吧 瘦呢呢 这个赤兔马啊 就来了一个冲锋啊 不愧是汗血宝马啊 跑起来对于溜啊 而且这个踩踏效果啊 也是非常的厉害啊 我感觉啊不用二爷出手啊 这个马就能解决这帮野人啊 踩踏加上路火啊 这帮野人呢根本就招架不住啊 基本啊赢得了这场战斗啊 你看我们的赤兔马啊 也是高兴到飞起啊 接下来我们换点骑兵来试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赤兔马 是不是比其他的马要厉害一点 我感觉这个赤兔马 跑起来也不比其他的马快啊 看来这个赤兔马啊 还需要加强啊 上来呢就是一个冲锋啊 然后加上一个路火啊 然后呢我们的赤兔马就 挂了 白亮 我没关系啊 还有我们的阿爷 看来这个关羽还有赤兔马 还需要加强 好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拜拜